我现在没出门 流利的广东话招呼客人 店里摆满各式各样婴儿推车 婴儿床和脚踏车 一旁的货架上还陈列着 从台湾进口的各式调味料 转过声另一手又接起电话 忙不迭地用标准国语讨论事情 另外你那个投票跟预程表你都印好 你记得扣鼻掌出来 他是现任澳洲雪梨的 侨务委员黄焕南 热情开朗的他 在当地侨界是相当活耀的人物 如果不仔细听黄焕南说话的口音 大概没人能料到 其实他出生在柬埔寨 我那时候记得我小时候 都在看那个电影 香港电影 台湾电影 又感觉到自由国家 总是感觉到很自由再加上 很吸引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我后来就跟爸爸讲 我说想选择到台湾去读书 后来我爸爸说 好啊 你就愿意出去读书 你喜欢去哪里都可以 当时的柬埔寨 无论政治或经济情势都很混乱 并且封锁华文教育 黄焕南因此毅然决然前往台湾 进入嘉义农专就读 毕业后很自然地留在台湾发展 不但服兵役 工作 更娶了美丽的台湾姑娘 共组家庭 在台湾一待17年 台湾自由民主的风气 深深影响黄焕南 不但努力求学 对于课外活动 他也热情参与 从各种运动社团到桥生联谊会 出处可见黄焕南的身影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历练 也奠定黄焕南日后活跃在澳洲桥界 为侨民们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基础 当一个桥堂的负责人 真的是心胸除了要开朗 要有那种服务相亲的心态以外 我是觉得联合大家起来 然后比较热心的 这个在前面扛大学 我在想要办大型的活动 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黄焕南移民澳洲雪梨后 依旧保持与台湾的联系 引进台湾物美价廉 又兼具多功能的婴儿车 和脚踏车推广到澳洲 长期观察澳洲市场需求的黄焕南 更亲自研究设计改良版产品 甚至学习维修技术 并考取相关证照 以专业获得当地消费者信赖 为台湾争光 黄焕南除了将台湾商品 在异乡发扬光大 更积极参与桥界活动 无论是台湾日嘉年华 民国一百年元旦敲响和平中 和每年的国庆活动 黄焕南都不曾缺席 并且全家总动员 很多事情我就变成 不只是我自己帮忙 我孩子 我太太 我的员工都一起出动 他们那个礼物啊 货柜下来以后 我就帮包装都送到这边 集货场面 然后弄完我就整个 用那个大货车把它送到现场去 身在海外 每逢农历过年 总是少了一位 春节独有的热闹气氛 黄焕南开始以留台校友会的名义 举行农历春节连环餐会 不但募集摸彩礼品 更准备热闹有趣的节目 吸引当地侨民 连续17年的餐会 参加人数逐年增加 在澳洲桥界打响知名度 所以我记得这17年来 几乎每年曾经最多的人数 来过20几位国会议员 让我们会场感觉到倍增光彩 尤其是来到这个 这个我们现场以后 他们议员是想互动一位 我们这些桥团的这个领袖 也会给我们互动 然后会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台桥的这个桥包 跟这些主流的互动 越来越密切 不只猪傲代表等外交人员 都大力支持 澳洲雪梨当地政要 国会议员等也都热情捧场 黄焕南利用这样的好机会 为台澳双边的交流搭起桥梁 增加台湾社团与澳洲社会的交集 黄焕南对桥界的贡献有目共睹 因此从2009年开始 担任侨务委员 更在2003年获选为 全球十大杰出流台精英 是当年获奖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身为桥团负责人的黄焕南 坚持联合各界桥团 一起举办活动 推动民间外交 为他热爱的台湾 尽一份心力